王七隻的藍亭集序中的第三行 那我們來看這第一個字 也字 這也字呢 這個要轉折 然後尖銳的地方 這樣做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然後 倒勾 要勾回來 而且有一個鋒利感要做出來 再來這個群銜 這裡 這字呢 轉折要重一點 這裡有一個代筆 代筆這個要做出來 然後筆翻過來 這樣撇過去 然後 直畫 再來這個轉折也是比較厚 然後這裡點 撇過來 寫下面這個羊字 那一樣這邊有一個破筆 不要...我們就照正常這樣寫就可以了 再來 群銜 好 我們說王七隻很喜歡這樣子 入筆是 有一點逆筆的樣子 橫畫 上面這個橫畫 這代筆 勾回來 從這裡 下來 這一個 這一束 比較重一點點 連帶關係 再寫這個筆字 再來寫這個筆字 群銜筆字 破筆的地方記住 不要刻意去做這些 那是偶然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這一筆是這樣勾 戴下來 這橫畫 還是有輕重 然後 接上面 刷過來 群銜筆字 然後這個字 過來 這一撇 撇過來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這種寫法比較特殊一點 然後 勾起來 哨子 這個筆畫 這邊有個裝飾的感覺 然後 間隔稍微大一點 扭一下 裝飾作用 勾起來 左邊這邊也是一樣 要推一下 讓它飽滿一點 然後勾起來 重 輕 再加重 向左 好 勾 再來 紹長 看這個弧度 輕重 然後下筆再很尖 這都要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加壓 倒勾回來 勾起來 勾起來 逆翻轉 好 然後再一個弧度 勾過來 弦擠 好 王羲之這個 經常都是 也是 這裡有一個裝飾作用 然後這裡是 輕的入筆 帶過來 帶過來 也是一個裝飾 勾起來 這一個 撇長一點 然後最後再補這一點 少掌 弦擠 好 重一點 然後 橫畫 要小心 相對的輕一點 然後最後再補這一片 接這裡 加壓 勾過來 裝飾也做一下 重 輕 很明顯的重輕 然後左邊這一點要注意 下去 揉一下向左 然後再回來 勾這樣子 這樣子 這種點的寫法 要很小心 而且 變化很多 遲 好這一點 也是有裝飾 再拉過來 折筆 勾回來 再來這一個筆畫 然後再來這個比較輕 側峰 下去 往右拉 勾出來 最後這個D字 上去 加壓 勾過來 重新一起比 這樣子 加壓 好起來 側峰 有點側 變輕 加重 然後再勾起來 好 就是D字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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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